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特步谐迪利热巴,利托Z世代。 X自然是指特步英文名称ZTOP的缩写,新青年与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杂志同名。 国货运动品牌特步想要借新代言人所传递的概念已了然。 与国货朝起后,王一博、肖战、龚俊等顶刘南兴被一众运动品牌即刻锁定不同。 特步没有紧随其后,而是按自己的节奏选择了女星为其代言。 这或许意味着,运动品牌流量纷争的新趋势,从追求销量的1.0时代,逐渐进化到更偏重代言质量的2.0时代。 X新青年,都有谁。 热巴的加入,对特步来说,肉眼可见的是更时尚、更年轻元素的注入。 在2015年,特步启动三年变革,回归运动之后,运动就成为前置于时尚的业务考量。 但面对国潮风渐起,特步没有掉队。 今年5月潮流新厂牌XDNA的横空出世,都向市场讲述了有特步特色的时尚故事。 之后,热巴会与XDNA以及已有的X新青年阵营有什么样的互动,想象空间已经足够大。 半糖系列,甜度是否刚刚好? 特步女子品类主理人丁嘉敏表示,半糖系列是特步在消费者洞察、数字化转型上的一次试水。 可以说,半糖系列的甜度,不只是主理人和设计团队的创意,而是经过配比后的精准调试。 宝藏女孩,藏着什么宝? 与半糖系列一起浮出水面的,还有特步创始人丁水波的2000斤丁嘉敏。 其实早在此前的多个特步新品发布会上,已经能看到丁嘉敏的身影。 在6月特步的可降解环保新品发布会上,丁嘉敏就作为环保大使亮相。 作为女子品类的主理人,97年生的丁嘉敏此次亲自上阵代言,宝藏女孩。 别把宝藏着听上去更像是她成长经历的真实写照。 特步方面透露,半糖系列计划在今年推出以运动T恤、卫衣、Leggings、运动BRAW、群装卫核心的主打产品,满足女性不同场景的运动需求。 在设计风格上,不会对标潮流品牌,而失去特步风格。 半糖系列针对的是二三四线特步的根据地。 会长得很特步,也将特步发力时尚的一个嫁接点。 丁嘉敏会否成为X新青年的另一大惊喜,同样值得预埋伏笔。 流量纷争的下半场,特步没有一味迎合,也没有固步自封。 完全按自己的宝藏打法不及不徐,或许这正是其股价飞涨的财富密码。